秀林乡文兰村水源地坑沟野稀制一案 17号立委孔文吉国会办公室主任杨钦次 邀请了农委会水保局、花林县府原民处 还有秀林乡公所前往会刊 经过秀林乡代表蔡培伙 还有文兰村长田文才的说明下 决议由秀兰乡公所提报计划 到水保局协助办理 一起来解决野稀整治的问题 秀林乡代表蔡培伙 和文兰村长田文才经过两年的澄清反应 对文兰村水源地坑沟野稀制一案进行会刊 17号立委孔文吉国会办公室主任杨钦次 并且邀请农委委会水土保值局 花林县政府原住民行政处秀林乡公所建设客 前往现场会刊 经过一番的讨论之后 孔文吉国会办公室主任杨钦次也提出决议 今天特别从台北下来 孔委员特别指示 要来会刊 我们大概两年前 一直处理不来的 所以说我们特别邀请水保局 跟我们县政府 还有乡公所 一起来这边处理 看怎么样去解决 现行我们农户里面 每次经过这边来的一些 大水所面临上的安全问题 那也非常谢谢我们在水保局这样子一个指导跟协助之下 那特别可能要从我们的乡公所这边来提报计划 把这些的问题一并来解决 那也非常谢谢我们代表这边跟乡公所这样子的一个合作 让我们那个在闻南村这边的一些农路 所造成的一些安危的问题 同时能够解决 我也希望说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请我们的水保局这边来那个协助技术指导 那甚至将来我们乡公所提报计划里面 也能够全部支持 那所以在这边先跟我们代表跟村长 说声抱歉 有点晚 但是事实上我们透过这样行政的能量 能够把它赶快解决 由于这一条野西的农路对农民来说是相当的重要 而这是透过立委孔恩吉大业的协助 来整治这条野西 对于居住在这里的十几户农民们可以说是相当方便 同时也能够提升部落的经济产值 对于孔恩吉表示 对地方的建设和云术民相关事务可以说是相当的关心 同时也会列车来最终 希望透过这次的协助会 来实质的帮助部落主任们的生活品质 这个协助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